在玩具市场 魔方一直是经久不衰的畅销商品 除了消磨时间 开发智力 互相比试 拼接速度之外 它还能够做什么用呢 最近南京的一位老先生 就创造出了一种高难度的魔方玩法 桌上这些大大小小的魔方 都是李老先生的宝贝玩具 或许明年的观众已经发现了 他们不仅格子数不同 有的魔方还用不同颜色的格子 拼出了汉字 所谓的马上的 就马上有宝马 宝马托机缘 这是一般的熟悉的想法 但是我的意思是要马连远的 拼其他五个字都好拼 要拼第六个字呢 很难拼 尤其六个字的最后一笔 那是还要多少拼的 运气才能拼上 七群老人玩九阶魔方 还能拼出六面汉字 这还不是最难的 魔方阶数越低 汉字越难拼 前不久他还用七阶和八阶的魔方 拼出了汉字 李老先生原先是大厂区的一名技能教师 退休后别人玩花玩鸟 他就喜欢玩魔方 动手又动脑 在他手中三阶魔方一分钟能复原 四阶五阶魔方七八分钟能搞定 虽然速度上比不上年轻人 但老先生有时间 有创意 就自己琢磨出了 魔方拼汉字的方法 一个星期就能拼出这样的 马年大作 李老说他会继续钻研这门技巧 有机会 也想去挑战下吉尼斯世界